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麗 哥倫布 納破倫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 張偉國 羅永生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上一集說到 武則天成為皇后 當然 他將自己和唐高宗所生的長子李宏 立為太子 將原有的唐高宗的長子李宗 廢為樹人 最後 李宏雖然精心栽培 但身體不好 22歲就死了 太子夭折 令到高宗和武則天 非常傷心 亦非常失望 而當時 高宗和武則天 已經接近50歲 所以他覺得 如果再這樣 太子的問題 解決不了 以後 繼位問題 就非常麻煩 當時選擇 有的 剛才說 有三個兒子 最大的就是李賢 即是論資牌 或者論獎 有一個大兒子李賢 李賢 其實有些特別的情況 因為他屎書記載 他和母親關係不太好 亦有些材料顯示 他和他哥哥 死了的太子李宗 三歲 但不要忘記 當中 有一個小公主 腰折了 換句話 如果從歷史上計算 唐高宗和武則天 三年內 生了三個小朋友 分別是長子李宗 腰折了小公主 和第二子李賢 於是 從今天的角度 醫學角度 可能性不太高 其實在當時公中 傳出了一些傳聞 說李賢 並非武則天的身生 乃是唐高宗和武則天的姐姐 賀蘭氏 當時封了韓國夫人的一個師生寺 這些學界都有這種說法 太子李宗死後 高宗立李宗之弟 李賢為皇太子 李賢為人尊言好學 但是性格挫強 立為太子沒多久 高宗命他監國 據史書技術 李賢處理正事 明白公穩 朝廷眾臣皆清道 高宗也對他加以報養 李賢又召集一批學者 包括張大安、劉立賢、格希元等人 一同駐范葉的後漢書 書成之後 承奏給高宗 得到很多賞賜 但是武皇后 和他關係不戒 當時公中流傳一則鹹話 說李賢不是武皇后所生 而是皇后之子 韓國夫人和高宗的師生寺 令到李賢心生疑慮恐懼 武皇后 非常信賴術士明崇淹 明崇淹為太子李賢的兩個弟弟看相 他說英皇李賢有太宗風範 而襄王李誕有貴相 李賢聽聞之後心感厭惑 他有感在權力鬥爭之下 母子親情已經蕩然無存 公元680年 明崇淹被強盜殺害 武皇后 懷疑是李賢指使 派親信大臣 薛元昭 裴嚴 高智秋等人辦理此案 果然在太子居住的東宮馬房裡面 搜查到數百巨海甲 高宗要寬恕李賢 但是武皇后就說 然心懷貿易 應該要大義滅親 於是廢李賢為書人 次年遷至巴州監禁 巴州即是今日的重慶市 武皇后派丘臣職去巴州監視李賢 丘臣職逼她自責 唐裔宗景雲二年 即是公元711年 恢復王太子地位 嗜好為張懷太子 李賢這個人 他的身體比較強壯 並且很有所謂才華 不像哥哥一樣 身體比較虛弱 據當時 他後來接找官員幫忙 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就是住了後漢書 范業的後漢書 沒錯 我們今天經常說後漢書 張懷太子住 就是李賢 率領了一班文學士從 跟他做一個這樣的工作 這件事千萬不要小看 在當時來講 出身至關隆集團的季族當中 確實了一件很特別的背景 亦都很討厭高中和武七天的歡心 其實是 而張懷太子李賢所用的幕僚裡 很多是文人 讀書人 因此的緣故 這個張懷太子 在中國的所謂學術史上 是一個非常有名氣的人 亦都受到當時的文人擁戴 而這個張懷太子李賢 覺得自己有幾樣東西 地位很優越 他媽媽對他 督促非常嚴 而在宮中中經常有一個說法 他自己不是武則天所生的 所以武則天對他的督促 其實是對他的敵意 因此的緣故 他自己集結了一群 我們所謂的政治力量 在背後 其中有些人跟軍事有關 武將 甚至有些是做一些 古靈精怪的邪術 因此有一件事就爆發了 這件事是一個道士 名崇淹 名就是日月明 崇就是崇大崇 淹就是企人邊做嚴肅的嚴 這個名崇淹 據說好得高中和武則天的喜愛信任 因為他懂得玩魔術 是的 當時叫幻術 另一方面也說他是一個 懂得偏方能夠治病的道士 大家知道 我經常提及過 唐高中身體磊患 原風頭痛病 所以說 明崇淹有偏方能夠治疾 唐高中的疾病 好得高中和武則天的歡心 並且據歷史記載 這個名崇淹膽大妄為 曾經公開批評過張華太子 就說 我看了幾個皇子當中 以第三子 李哲是最貴的 最貴重 他必可以為所謂人中之龍 而否定了現在的太子 李延的所謂合法地位 嘩 我是太子 現在有個父親身邊的紅人 就說我的地位要被犯 被弟弟 我也是很擔憂 所以結果 彷彿和明崇淹帶來很大的衝突 暗鬥 結果有一次 明崇淹無緣無故在街上 被人擊斃 被刺客殺了 大興問最先 太子一定有莫大的嫌疑 結果這件事沒有出現 把太子廢了 並且貶去黃州 一直貶去遠離首都的地方 而我們可以看到 據說這件案件 因為在追查明崇淹被行刺死的案件裡 有人找到蛛絲馬跡 由太子家勞 有人進行暗殺策劃活動 於是牽引到張懷太子李延 並且當時 據史書記者 不能明天發人去守東宮 而在東宮府手出不少的規格武器 東宮有規格武器 即是表示有所企圖 因為東宮等皇帝死便繼位 所以如果你弄了一些規格武器 其實歷來也是一個很大的罪狀 所以現在人政物政驅在 所以母親通下決心 便將李延貶去黃州 並且派很多人去監視 據史書記者 李延到黃州生活相當淒慘 並且每當見到母親 有些使者 他幾乎想自殺 換句話說 他對自己的生命 都是招不保值 到最後 真的被武則天刺他死 最後死在扁鎖 當時有一首詩 史書記者 李延表白自己對母親的關係 著名的王瓜台詩 我讀一次給大家聽 他說 眾瓜王台下 瓜屬梓梨梨 一摘屎瓜好 再摘屎瓜稀 三摘柔自可 摘絕抱萬歸 武則天和高中有四個兒子 據歷史說 第一兒子死了 第二兒子自己 第三兒子後來是弟弟 所以這首詩 可能反映到當時李延的心境 覺得母親對自己 最終會下辣手 李延死於非命 甚至含冤受屈 因此的緣故 後來很多人對李延非常同情 在歷史裏面 李延被視為一個有才幹 有才華 敢於與武則天對抗 在武則天所謂奪權過程中的犧牲品 但事實上不是 這是若可爭論 另外還有一件事是值得說的 就是李延的子孫 亦受了武則天的虐待 譬如他的兒子李守禮 據說武則天經常找人打他 一直打到他 整天都遍體淪傷 於是乎到他老了 在唐明王的時候 即唐元宗的時候 李守禮已經變成老人 每次有天理變的時候 他跟唐明王說 過兩天天理會變 就會變得冷 唐明王說 有什麼神力呢 可以知道天理會變得 李守禮說無他 就在天后在位的時候 天天找人打我 打到我 骨頭都已經受傷了 所以天理未到 我就要先知道 即是等於今天的風濕 對不對 其實確實來說 武則天對其他理性的忠實 都是相當殘酷的 甚至自己所出生的 都是這麼嚴苛 更加不要說自己其他 據史書記載 唐高宗和唐太宗 所有後裔 除了高宗這一系 以後其他 全部被武則天殺了 所以很利害 還有非武則天所生的兒子 很多都獲罪 例如蕭淑妃所生的 李尚金 亦被武則天害死 不但剛才說過 李宗 廢太子 另外還有幾個 非武則天所生的兒子 逐漸被消失了 總之死於非命 但當然 在史書上 有些事情 沒有說得那麼清楚 於是後來 很多唐朝人的歷史技術 對武則天 這樣來 殘殺李氏的皇室 感到非常痛情 對武則天 覺得他很殘忍 但是有個說法 因為李唐的皇族 其實都是大有很濃厚的 胡人的性格 胡人的性格 所以我可以看到 對武則天其實很反叛 所以武則天就要斬早除根 除了自己所生的幾個子女之外 其他人都不用再留下來 因此的緣故 唐朝的皇族能夠保留到武則天之後 其實已經非常少了 基本上都是高宗那一刻 高宗其他兄弟 譬如上次說到的 長子成乾 哥安靈 魏皇太太后裔 全部都被武則天殺了 因為武則天用酷吏症 最主要是打擊 很多時候是李唐宗室 另外我們說到 剛才我們說 李賢被廢後 那找誰來做呢 當然是找第三者李哲 但是據說 李哲比較是花花公子 因為他想不到自己 有機會做太子 所以早年 據史書記者 他喜歡玩一件事 就是鬥雞 和他哥哥經常玩 找雞來鬥雞 並且因為這件事 而引起一個風波 很特別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當時著名的 唐初四傑之空的文學家 王渤 跟當時的李賢 和李哲是朋友 因為王渤是李賢的文學士從 見到兩兄等到鬥雞 他就站在李賢的角度 因為當時李賢是配王 李哲是周王 所以下戰書 就是討論周王雞 寫了一篇座慶的文字 誰知這篇文章 被唐高中看到之後 就說你何者王渤 竟然挑撥兩位王儀的關係 於是將王渤扁出去 這就成為了一個笑話 所以看到 李哲是患物喪智感的一個人物 也不是一個有上進心的政治人物 果然後來 當他爸爸過世之後 他做了三十多天皇帝 就被母親廢了 因為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有人問他 如果你下一日退位 或者有什麼事 王位傳給誰 李哲就說 對我最好就是我外父 於是 如果我死了 就將我的帝位 讓給我外父 外父就是叫做委員貞 當時的丞相埔嚴就說 這個天下不是皇上來的 是高祖以來的天下 怎能夠這麼棄然 將天下讓給你自己外父 所以就跑去母親廢告狀 結果母親廢找這個作為藉口 他跟埔嚴和當時的武將 程慕廷發動徵變 就將坐了位三十多天的鐘鐘 他第三次拉下來 學界對這件事有很多說法 因為唐公宗死後 有個遺詔 遺詔最後的兩句很特別 和大家分享 意思是 如果皇上有什麼問題 解決不了 就啟稟皇太后 很多學界說 這句說法就是 母親廢留一手 希望繼續掌權 所謂的部署 但我覺得這個有相確的預提 我之前也寫了幾篇文章 來討論這個事情 因為在中國古代 有什麼事情 皇帝做不到 皇帝是所謂掌握最高權力 所以皇帝只要說 能夠說服到神尿 這個是正確決定的話 那就一定可以 所以我並不認為 這個詔書 是等於武漢天 是留有一手 希望繼續奪權的一個憤證 只不過他可能覺得 這個兒子 都是不爭氣的 都可能很多 流流流的 有什麼搞不定 等媽媽來什麼 畢竟他和唐高中 都主持了正事二十多年 如果這個兒子 如果不行 還要我照顧 簡單來說 還可以給他一些意見 誰知道這個兒子 真的膽死 將天下讓給人 成為武漢天 要廢去的一個很大的理由 還有一件事 在高中 當時年紀都已經大了 已經二十多歲 差不多三十歲 在這樣的情況下 已經不是小孩子 他們說這些話 或者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是非常不至的 而另一方面 當時朝廷的眾臣 很多都在高中和武漢天當權時 被提拔出來的人 無論左上也好 大將也好 都是李家 或者武漢天所提拔的人 怎麼可能容許 新的君主 即是忠忠 無端端將帝位 傳給委員貞 就是他的外父 亦都一樣反映 忠忠很怕老婆 即是韋皇后 如果說一句話 忠忠可以把帝位 還給他父親 那情況下 作為媽媽武漢天 怎麼可以忍受 這種不治的行為 於是似乎 將他廢了 當然廢了之後 還有一個很大的難題 帝位如何處理 留給他最小的兒子 雙王李彈 雙王李彈 雙王李彈也是二十歲 很年輕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放不放心 如果作為武漢天 如果李彈也是這樣 做一些不治的行為 怎麼辦 所以當時武漢天 要堅持自己 臨朝挺正 沒錯 當時叫做臨朝清制 不得之如此 還不讓李彈自稱皇帝 只不過用了一個名字的皇之 智子就是皇帝的智子 即是繼承人 侵察他的施政行為 因此這件事 引來一些人對他的一種反感 當時在南方有幾個失意的政客 當時有一個叫做李敬業的人 就是李敬業 即是他的祖父 就是我們上幾次講過的 就是李職 唐高聰駕崩之後不足一年 武太后為登上皇帝寶座 而作準備 包括廢宗宗李顯 納裔宗李彈 殺廢太子李賢 喜用疾子 武成智 武三師 追封武士五代祖先著位 改年號為光澤 更改旗幟 官服顏色 大改官命 改東都為神都等等 當時朝廷內外 都預料武太后即將改朝換代 李職的孫 李敬業 在南方的揚州起兵 號召天下 效忠唐朝李氏皇室的人 勤王 討伐武太后 李敬業 邀請著名民事諾賓王 為他讚寫土武照核 公佈武則天罪葬於天下 武則天得到這篇合文 非常震怒 派唐朝遠房忠室 梁棍公李孝逸 將軍李之十等 率軍討伐李敬業 李敬業被報下所殺 反武則天失敗 為武則天掃平 改朝換代的障礙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張偉國 羅永生 李敬業 當時李敬業 本來集了英國公子祖父的著位 但因為處事不力 被貶到地方做過地方官 而留落在揚州 另外有一個文人 就是諾賓王 也留落在梁州 兩個人說 現在皇后廢了中中 又將皇子軟禁 他們覺得這樣 是否要散奪 於是在揚州起兵 打著幫中中復衛的旗子 揮崩北上 成為軍事力量行動 要挑戰武則天 成為唐朝開國 三十多年以來 第一次所謂內亂 當時聲勢很大 甚至乎諾賓王寫過土武召核 後來傳到武則天看上去 說武則天說 為何會有這樣的人才 留落在李敬業的陣營 這是宰相的問題 但是武則天對付李敬業的伴戀 他很高明 他當時 雖然李敬業說要滅唐 武則天找了唐氏忠室 最高的 就是唐高中的叔叔 李孝逸做主席 抵消了徐敬業 說要服唐的做法 於是大家 各自兵容互見 而武則天找了著名的大將 剛才說的程武亭 帶領三十萬大軍 南下揚州 很快將李敬業的叛亂 討平了 但是這個叛亂 雖然討平 卻來帶來更多 李氏忠室對武則天的看法 我可以看到李氏忠室 其實已經不是高祖 李淵和李世民的直系後裔 很多其實是疏遠一點 譬如李孝逸是唐的叔叔 已經不是直核的人 但仍然有相當影響力 所以我上次開頭說 唐朝的王族 很可能跟戚勒人有關 換句話說 他仍然在軍隊裡 還有部落兵 於是他們有一定的影響力 而徐茂公的孫 李敬業 即是徐敬業 在當時的所謂東方 在我們所謂北齊的故地 甚至後來的南方的地方 南朝的地方 都有一些影響力 因此的緣故 其實徐敬業的反叛 是想借助東南方的一個 政治經濟文化的力量 挑戰武則圈的政權 誰知這個政權 其實是非常穩固的 而徐敬業根本就是 所謂以卵擊石 不過我們 因為很喜歡看 諾賓王這篇的土武召客 所以喜歡他的文章 文采非常好 情況之下 就以為徐敬業一定很有才能 其實這是我們的想像 事實上 徐敬業的軍 都是以卵擊石 當中諾賓王土武之後 有一句名句 大家都聽過 就是所謂胡味能或主 所以後來很多人說 武則天是胡味來的 就是從這句說法出發 好 我們講到這裏 留待下次繼續 武則天為什麼會散為 後來繼續 古今風雲人物 編導羅詠琦 監製韋佩銘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詞曲致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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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